講幾個結婚的笑話吧 螞蟻跟大象準備結婚 大象跟螞蟻商量 咱們是不是就不要辦酒食 螞蟻問為什麼呢 大象看看厚厚的一本書 客人的名單 你們家的親戚太多了 螞蟻哼的一聲說 我們家的親戚多怎麼樣 我們家這麼多的親戚加起來 還頂不上你們家的一個親戚吃的多呢 其實我們練這個身體 練這個 描述經母八大法 我們啦 其實修密教你知道修密教懂得神水寶的話 你可以生很多的小孩 還不上屎 還不會上屎掉 將來的親戚很多 其實師母 我是這樣子想 我希望有十二個小孩 我的希望 我的盼望就有十二個小孩 師母說 我們那時候家裡很窮 生兩個就停 這是我這一生當中的遺憾 我希望我的親戚多啊 每一次 你看現在我們這個感恩節 美國感恩節的機會 我們家只有幾個人 總共八個 總共八個 包括孫子 包括孫子 只有兩個 還有 父母跟我 真的是八個人 只有八個人 我是盼望我們有十二個小孩 如果有十二個小孩 這時候我們去吃人家 就會贊品 一家人都氣了 才八個人 真是 這個癞蛤蟆跟孫子 澄清 晚上睡覺的時候 孫子模糊著 癞蛤蟆身上的坑坑洞洞的皮膚說 你趕緊啊 去做皮膚美容整形啊 你看你身上一個包一個包的 讓外人看了還以為是我盯的呢 我告訴你 你修深水髮 你皮膚啊 乾乾淨淨的 的透 又百里透紅 對不對 而且平平滑滑 你皮膚都是很白 這個叫做 台灣它叫北泡泡 印 北泡泡印 這個皮膚才是好 為什麼 因為你的養分啊 可以到了你的皮膚 你自然皮膚啊 你到了九十歲 就是你皮膚還是像少年 未成年少年這樣子的 皮膚啊 北泡泡 印 泡泡 好 好 我可以讓大家來講一下 再來呢 這個是蛇跟物工成親啊 Snape看了一下子物工 哎呀 我的媽 你怎麼這麼多 多條腿 這個花很多錢 多少錢買鞋子 故宮一聽就不高興 這個小蛇 你嫌我的腿多 我沒有嫌你四肢不全就不錯 這個我們 我們如果你修 修法修得好 你不會 欺幹會痛 大師尊七十歲 因為 膝蓋 一直都不會 跟在這個轉動 走路方面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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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運動 我運動的關係啊 以前我會跳高 會跳高 我小時候啊 年輕的時候 我喜歡玩跳高 拿著一個繩子 從低的一直跳到最高的 咻 這樣子兩隻腳 健行 咻 這樣跳過 那繩子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首先從 我們小時候在玩 跳高 就一層一層跳 一層慢慢高 慢慢高 跳到你 不行這樣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還沒跳高 那有一天呢 我六十幾歲 差不多六十幾吧 我一看講台 比我小時候跳高還 還小 我就延延就跑過去 翁 一下子就跳上去 翁 翁 跳上去還可以 那個到時候啊 人家都左樓梯下來 那個台啊 有一點高的程度 很多人都照完下台 下台就從左右兩邊的台階下去 我一個人站在那邊 這麼一點高有什麼了不起 我就往下面跳 這一跳啊 兩隻腳一轉 哇 差點倒 差點倒 還好 一跳下 發覺腳不對 因為那個力量沒有 力量沒有 還好 趕快醒過來 就蹲一下再站起來 跳下去蹲一下再站起來 還好 沒有出手 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 所以今天我們這個畫座的台 太低了 能夠跳得很高 我如果站在這裡跳就比較危險 那太高了 那個腳是不行的 我以前跳高跳很高 小的時候很會跳 我是從屋頂跳到幫忙 以前是從小的時候 就跳來跳去跳來跳去 只要有一個讓我幫得住手的地方 我都可以翻牆過去 有一個螃蟹 有一個螃蟹 一種螃蟹叫做寄生螃蟹 它是陡在這個 有一個窩的 像蟹蟹 像蟹蟹一樣 像蟹蟹一樣 寄雞蟹 跟蜘蛛的興奮之夜 雞蟹蟹非常地害羞地問蜘蛛 告訴我 你騎我是不是看上我的房子 蜘蛛 蜘蛛也就也訪問 那你告訴我 你嫁給我是不是因為我的家可以上網 有一個白頭翁 白頭翁是鳥 白頭翁跟貓頭鷹結了分 貓頭鷹整天哀聲叹氣的道 哎呀我真倒楣 竟然嫁給了一個 這個頭髮花白的招老頭子 幫頭翁這個探訪 嫁給白頭翁 白頭翁也非常地生氣地講 你倒楣我才倒楣 你白天睡覺 晚上是整夜整夜的不睡覺 還咕咕地叫 弄得我每晚都失明 搞得我神經衰弱 你說我的頭髮能夠不白嗎 我告訴你喔 你修神水法的人啊 說睡就睡 修神水法的人 你只要覺得有一點困難 你就能夠睡著 你不會失明 就能夠睡著 在車上坐著也能睡 在地上躺著也能睡 就是算你坐 在講堂上也能睡 只要困難你就能睡 只要睡了 你醒過來 精神馬上白費 這是修法的益處 我們修法的益處 這個鵝故事跟大雁結了分 大雁對鵝講 你看你胖的 你好胖 你應該去減肥 不然有翅膀也揮不起來 鵝是有翅膀的 但是他始終很少飛著去 這鵝聽了把眼一瞪 你結了分 看你還想飛到哪裡去 給我在家好好的待著吧 這個鵝大概是你的吧 這是動物結婚的笑話 動物結婚的笑話 我覺得跟我們這個有關 跟我們練氣 練身體有關 其實神水法是氣跟和兒門的結合 氣跟和兒門的結合 這個先求唾液 唾液出來了 用攪拌 攪到有泡沫 把它咽下去 再吸一口氣 閉住呼吸 下壓上提 然後用你的走步 把這一口 這個和兒門 昏發到前身各處去 這個就是神水法 這個第七年是顧腎法 其實顧腎也是幫助腎臟 腎臟不會有毛病 摩擦機輪是幫助走火 防心肌梗散 就是胸口 這個上下五十次 明耳鎖族的耳朵 是讓你的耳朵不會耳朵 讓你的牙齒始終潔白乾淨 而且非常的堅固 眼睛的运动法 使让你的眼睛防止老化 引起的眼睛的毛病 治瘤的秘密法 这个是很重要 预防重瘤治疗 你不会身上长一些瘤啊 长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是比较麻烦 不过 我认为跟柳 跟业障有关 跟柳是业障有关 因为我曾经到地域里面去 那么很多的烟粉 很多的烟粉 就化成一颗一颗的馒头 馒头排成一整列 要祈求师尊加持 这些烟粉都是要抱怨 到人间去抱怨 我就一个一个摩头了 就像那个乒乓球那么大 乒乓球那么大 都变成那个烟粉 就是一个一个像乒乓球那么大 那么他们祈求我加持 我就给他加持 一个一个加持 加持完了 他们咻就飞走了 飞到哪里啊 飞到人间 飞到人间到哪里去了 到人的身体里面去 到人的身体里面去 变成什么 变成 变成灵 就长在那一个人身上 我觉得治疗的方法 不只是用摇指金武的这个秘密法 还要你自己多做一点功德 多做一点超度 把你的烟轻战主超度掉 这个才是正确的 欠人的就要还 你欠了人你就要还 你没有欠人 你不会得 不会得理 因为你欠了人 所以他那个人有烟气 结成一团 像乒乓球一样 咻飞到人间来 进入那个人的身体 你就得到 得到瘤 就会杀开你自己 其实都是这样子 我一看人身上的 根流 大部分都是一个人 都是你的烟轻战主 在你的身体里